詞曲 李宗盛 經過時代的改變,人類一直不斷的在創造不同種類的懲罰器具 不要用來折磨處罰和探聽消息,甚至有人使用這些器具帶給自己快感 今天要來看五大最不人人道的刑罰器具 第五名 爆頭七 看名字卷能夠知道這個器具的虐待方法 在中古時期被害人必須將自己的下巴放在下方木板 然後頭放置鐵帽下 轉上面的旋轉螺絲就會慢慢的將頭捏緊 一開始牙齒會爆碎到下海 隨著時間過去,受害者通常都會死於極大的疼痛 而這個刑罰已非常受歡迎 因為虐待時間非常的長 有時候被害人頭部還會爆裂就會給情報 但是因為頭骨被擠壓變形 而造成被害人的腦形成不可逆的傷害 第四名 穿刑 這是波西人發明的恐怖刑罰之一 犯人會先被灌大量牛奶及蜂蜜 全身則塗抹一層蜂蜜 接著他們會被綁在兩艘小船中間 在蚊蜂之身的水塘上受盡昆蟲坑咬 而這個酷刑可以持續好幾天 根據記載有士兵被反覆灌食曝曬 一直到17天後才死亡 第三名唱歌的牛 這個模式的方法是在希臘時期創造的 被害人被放入一個掏空的牛模型裡 把門關起來 放在火上烤 經過一段悶燒過程 火苗漸漸變大 因為疼痛被害人會在裡面尖叫 試圖逃出 然後哭喊求救 但是因為這個牛模型的製造方法 在裡面哭大喊的聲音 讓這隻牛聽起來像是火的 在外面的人聽到的就像牛叫聲 所以變成了一種娛樂 因為看不到被害人痛苦的表情 所以當時不被認為是一種嚴重的刑法 那時流傳創造這個牛模型型 心法器具的人為了炫耀他的創造 想得到獎賞 但是想賞不到沒拿到 還是第一個被放過他自己創造的牛肚裡 活活被悶燒而死 第二名 白色虐待 這個心法沒有涉及身體疼痛 但是卻能夠造成精神上極大的傷害 受害人被關到一個純白色的房間 他們被穿上白衣 甚至每天接觸到的東西都是白的 食物也是白的 放食物的碗盤也是白的 被禁止出聲 因為他們的感官被剝奪和隔離 許多人都會開始出現幻覺 甚至發瘋 白色監獄沒有窗戶 連警衛也穿有軟墊的鞋子 所以也不會發出任何聲音 經過白色虐待的人都說 不知道自己是誰 也認不出自己的父母 與其其他身體虐待的心法 這個心法能夠使 受害者有著長期的精神虐待 第一名 屬型 沒有想過老鼠也會成為心法的一種方式吧 從一個籠子或是鐵盒綁在你肚子裡 盒子裡面會放一隻或是樹枝老鼠 在盒子和你身上跑來跑去 盒子會用火燒熱 當籠子漸漸變熱時 老鼠會開始驚慌 然後試圖找地方逃跑 哪個方向是最好逃跑的呢? 是穿越鐵籠還是你的身體? 沒錯! 老鼠會開始慢慢在你身上鑽動 不管是咬或是抓 為了逃離那高溫的地方 可以不遮手段 這個心法不僅非常疼痛 下殘也是很慘 整個過程通常需要 數值一個小時 可以讓受刑者痛苦的死去